古早味蛋餅 餅皮是有點Q勁 跟我們現在吃的薄餅 會有一點點落差 真的好吃喔 有啊 這會撿進去嗎 會喔 會喔 哈囉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料理123 我是Max 這集要為大家介紹什麼呢 是一個我們 古早味早上一定會吃的 饅頭 不對 是 蛋餅 對 古早味蛋餅其實很特別 因為古早味蛋餅的餅皮 它應該是有點Q勁 跟我們現在吃的薄餅的 會有一點點落差 沒吃過耶 中南部多一點點 粉漿蛋餅 對啦 就是傳統的一個粉漿蛋餅 然後沾上好吃的一個蒜蓉醬油 話不多說 馬上來教大家 我們先來做醬料 醬料最快 什麼樣的醬油都可以 要天然釀造的 如果不是天然釀造的話 它那個吃起來 會稀鹹 香油 蒜泥 再一點點的水 感覺變沾水餃 好的醬油 它馬上會跟那個蒜香融合 就我們蒜頭裡面 我說會有一點點的 澱粉在下去 因為看到有沒有 就像油膏一樣 所以它不會有 太多的浮油在上面 這樣子醬料 完成 今天用三種粉 去提它的一個比例 麵粉 素薯粉 太白粉 它的粉這樣才會Q喔 你要越酥的話 那我們就把麵粉的比例 再慢慢的往上拉高 把水慢慢的放下來 蔥花放進來 煎的時候才會有一個 蔥香 然後我們就把它攪均勻攪到 你看不到顆粒 這樣子就好了 好來 我們就冷冷的 冷鍋 然後我們把薑皮 就這樣子放下來 我在台北都找不到 這種粉薑蛋 好不難做 不會不會 我們在家自己做 所以台北真的沒有 粉薑蛋餅嗎 有啦 應該只是我們沒有特別的注意 有吃過的蛋餅留言 可以看到它的Q度 其實已經慢慢的出來了 那我們在煎這個蛋餅的時候 為什麼是冷鍋 我們這時候不要急 如果你要它脆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邊邊 再淋一點點的油 有點煎炸這樣子的感覺 就會讓它變得比較酥 有啊 那你覺得 這會剪進去嗎 會喔 剪了而已 也不錯啦 好 我們來翻面一下喔 有沒有 它外層 你看 聽一下 有聽到了嗎 黃色 對 然後但是裡面還是Q軟的 所以會是外酥內軟的 接著蛋就這樣 因為我們為了維持餅皮的一個 外層的一個脆度 所以我們其實是讓蛋慢慢的熟透 因為它夠厚 所以我們其實是煎上面這一面 然後待會兒的蛋反而是有點 半熟半熟的 這跟我所知道的蛋餅都不一樣 我以為是真的 我等於蛋都沒有接觸到那個 對對對 慢慢的把它合起來 哇 哇 好漂亮 哇 好漂亮喔 然後就慢慢的我們等起司融化 這樣就好了 粉漿蛋餅就是這樣 整肥軟軟 可以準備盛盤了 就是這樣子 一個起司粉漿蛋餅 濃濃的醬香 蒜香 嗯 如何 那個口感是怎樣 就是皮是微微的酥 然後它那個粉漿是Q的 再配上馬塞拉起司的這種鹹香 然後醬油去串起所有的東西 好吃 是一個充滿古早味跟起司心的結合 口感很好 我應該來去賣蛋餅 對啊 等你了啊 師傅 那就沒有料理123囉 今天的料理123帶來這個 古早味蒜香蛋餅 希望你們喜歡 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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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膏 就請我們在一起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見